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金刚 我好想看见杀金刚了 是你把他放出来了 是又怎么样 疯了 真是疯了 那可是千年的凶杀 要是他的魂魄全都放了出来 那可是要生灵涂炭呢 他哪来的一千年呀 你这骗子 我可不会再相信你胡编乱造的故事了 你这小丫头懂什么 我可是最伟大的大乌贤 怎么可能乱说 要不是当年我献给藏村一个阴命双胞胎 才平息了他老人家的怒气 这村子早就倒霉了 我还预言了你的转世 你看 你果然还是回来接受命运了 我是藏村之言 藏村之口 我不会错 我是不会错的 我还能继续留在阳市 侍奉他老人家 真可悲 你这神官最后还是疯了 我该 等我出去了就会报警 这个时代 不会再有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的藏身之地了 村子的出口都被守住了 你逃不了 你是真心娘 你要去昏迹 平息藏村的愤怒 证明我是对的 我会找到六藏灵塔 从那找到其他出口离开 什么 六藏灵塔 你怎么会知道的 不不不 就算你恰好听过灵塔 你也找不到位置的 不就是献祭芷妻娘的那个老树底下吗 我还知道经书就藏在那里 不可能 你怎么会知道灵塔的位置 那可是没几个人知道的秘密 逻辑推理呗 你们在书里写了那么多线索 你当我会像你这种山村老神棍一样没有文化呀 而且原本只是猜测 试着炸了你一下你就全都承认了 你们这种老神棍只会骗骗村里人 还没有尝过被别人骗的滋味吧 你 你这 你敢小看大乌仙 等我修行结束 就会亲手烧了你 你在这里坐了这么久 其实是因为不能走路了吧 因为没有了价值 所以册里换了新的大乌仙 你就被扔在这里等死了 是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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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孟燕 你又跑到哪里玩去了 这么晚了再回家 我和村头的墨琪姐姐在一起玩 我们一起捉蝴蝶了呢 你长大后要等纸巡娘 就要知道端庄 我们总知道野孩子要到处跑了 快睡觉去吧 我知道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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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子里面有鬼 小孩子不要乱说 有藏尊保佑我们 什么鬼怪兴杀都不敢在藏尼村的 可船 可船 无法 麻烦 不理解 我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从小就期待长大后成为纸新娘 所以你才回到家来了呀 这都是幻觉 不要用我妈妈的声音骗我 你不记得了 你从小就喜欢听我讲藏尊的故事 所以 你舍不得离开呀 够了 不要用这些话迷惑我 没人迷惑你 这都是你自己的心声 你在疑惑 为什么当时爸爸妈妈 愿意接受纸新娘 转生为你 他们是自愿的 你是知道的 闭嘴 闭嘴 你真的好想在这些话迷惑我 你自己的心顺 还是有什么想念 别看传宗 什么事 你自己的心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祭拜 我可不记得这种事情 那时候总是有个小姑娘在壮尊身边跑来跑去 就是小时候的你啊 是不是我我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你 你是个劫他老头 根本跑不动 我可以看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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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啊,是啊,这是突然塞给你的前世情缘和现在的你无关,你对他可没有任何责任 这种事情真的太复杂了,我暂时还想不清楚 不用想了,你是芷新娘,留自己的义务 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会解决他的魂魄的 你真是冥顽不灵啊 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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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妈妈的话,放弃对抗,接受你的命运吧 爸爸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才让你回到这里来呀 我知道父母搬家就是为了救我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来不和我谈了老家的事 其实,我是瞒着他们偷着回村的来的 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 你其实并不在意这个前世的陌生人吧 你看,他送你的玉石,已经被你砸掉两次了 玉石只是一个误解 如果那个人当时在场 也一定会让我用玉石来自救吧 不要想用混淆概念的方式来迷惑我 玉石只是一个误解 都是些可怜的孩子 现在你们在 你生前杀了那个人 结果死后却被囚禁在这里用来封住他 真是自作孽 但是你现在也可以解脱了 我都没参观恋爱 如果真的是转世 那我什么都不记得 还算是祝小红吗 真是个困难的哲学问题啊 在这里困了一百年很不容易吧 算了算了 你快走吧 转世投胎去 我们这辈子是来不及了 也许下辈子还有机会 好像聊斋中就有这样的故事 有个鬼魂一部分灵魂投了胎 主魂去心愿未了 一直在徘徊 最后主魂回到了身体 立即就是个世灵青年 但这故事也太离谱了吧 这么多年来 这人的身体 难道一直都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傻子 没办法上学吧 我在说什么呀 又在胡心乱想了 好了 再见再见再见 放心走吧 我会逃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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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